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殿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殿,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囚禁》 看名字就知道和变态有关 影片开始就是未曾入面的沙龙 正在虐杀一个绑在床上的无辜受害者 随着受害者的死亡 变态杀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狩猎 这回他将目标瞄准了近期大火的金发女模特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女主分面的杂志和广告 于是沙龙魔利用这些资料开始布局绑架女主 这天女主正在家享受假期 突然收到了工作要约的电话 女主只能抱着狗狗出门 走到停车场附近 警觉的女主觉得有人跟踪 于是她快步上车前往酒吧 才刚到酒吧 女主居然收到了对方无法前来改天再约的信心 郁闷的女主本想小嘴一杯再回家 哪知暗中被下药 感觉头中脚牵的女主立刻抱起了狗狗想要离开 可还没有走出大门 就栽倒在地上 女主只能抱着狗狗去洗手间 想要洗脸清醒一下 却突然在走廊镜头 发现了三脚架上的照相机 正在播放关于自己的影片 正当女主想要走近 却被人从背后彻底给迷运拖走了 等女主再次醒来 已经被囚禁在一个密封的屋子里 可怕的是 整个屋子里到处都摆着女主家中的私人物品 此时变态从暗柜里面 送出一杯维他命表示友好 女主气急败坏的鲁妈变态 并出手砸东西 建议女主的不配合 变态直接放迷烟 让女主消停了下来 等女主醒来 已经被绑在了坛椅上 面前的电视机正在播放 各种被害者正在坛椅上求救的画面 终于穿黑衣戴黑帽和皮手套的变态 闪亮登场 眼看着变态推的小车和视频中 如出一招 女主这才害怕的开始求狼 当他看见视频中的女子 被花嫂喷出的液体 腐蝕的血肉模糊 吓得惊叫淋淋 变态依旧不为所动的打开了花嫂 当花嫂喷射液体时 女主吓得直接昏首了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 脸上已经被纱布包裹了起来 爱美的女主赶忙爬向了镜子 只见她小心翼翼的揭开额头的纱布 却发现脸上有块伤疤 可是用手触碰却完全没有痛感 当她好奇的用手一扣 才发现这分明是快假伤疤 女主感觉到愤怒又害怕 不久暗和再次打开 这回放在里面的居然是一套黑色衣服 女主看了看便负气地丢了回去 没想到这一丢房间内的灯 突然大亮变得刺眼 并且出现了恐怖的噪音 女主赶忙取回衣服 一切才恢复正常 然而女主却不甘心地吃坏了衣服 于是噪音和气眼的灯光再次出现 女主只能躲在船底下无声的抗议 不知道过了多久 疲倦的女主从睡梦中醒来时 发现房间已经恢复了正常 幸运的是她在地上摸带了把类似 抹指甲的小铁片 于是她起身拖来柜子 成功地够到了排风口 利用小铁片松开了螺丝后 女主爬进排风管道准备逃走 却在排风口发现了一片红色的断甲 女主并未多想 可才爬进管道没多久 突然一阵火花事件 原来这根本就是杀人团的圈套 可才推出不远 突然一部摄影机挡住了她的去路 女主受惊尖叫 却突然被抓住了手臂 还没来得及反应 女主就被注射了不明药物 晕了过去 可当女主醒来时发现 自己又被绑在了恐怖的台椅上 她为女主围上了肮脏的围斗 然后转身去做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女主拼命哭喊求劳 变态却充而不亡 可怜的女主再次晕了过去 变态就当趁着女主昏迷不省时 为其清理干净了脸和嘴 甚至将带水的明铅放在了自己的嘴巴 趁着女主昏迷 变态又将她送回到屋子里 而自己则一边通过监控 观察女主的情况 一边继续欣赏关于女主的各种采访 与此同时还在忙活着剪辑各种单片 这回醒过来的女主再不敢造次了 她安静的躺在了床上 远处一片漆黑的墙上射进了一片光 她好奇的走过去 但她抽劲却被对面的眼睛吓了一跳 这时突然下方出现了一句 在询问女主是谁 惊魂未定的女主 这才发现 所有的墙居然是被刷上油漆的玻璃银 她赶忙抽上去询问 对方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被变态囚禁于此 女主向胡长狼求救 而胡长狼点燃了火柴 并从通风口将一盒火柴塞给了女主 怕黑的女主立刻拦起了一根火柴 胡长狼为黑暗中有女主的陪伴感到庆幸 虽然这话正常狼听起来挺欠奏的 但已经被淋崩溃的女主 却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班 对着这句话感到格外的温馨 监视着两人焦虑的变态并未阻止 甚至放了两人 刮掉一大片油漆 能够透过玻璃见面 两人开始交流变态的身份 女主认为 对方也许是自己无意中得罪的大老板 毕竟变态不仅能够从她的供应里面 取出她的各种私人用品 还对她的个性了如指掌 就在此时 变态突然关灯 陷入到黑暗中的两人 立刻点燃了火柴 女主表示 自己是在异点里面被人吓咬反来的 看着女主对胡长狼敞开心扉 变态也在继续剪贴图片 记录着一圈 黑暗中 陈村的女主被光束惊许 原来变态走进了胡长狼的房间 并给她注射了不明药物 突然自己的房间大门也被打开了 黑暗中 女主极度恐惧 这时强顺的电视开始播放 自己曾经接受采访 被问到最害怕什么 女主的回答是黑暗 一个马胧玩具 冷不丁地砸下了女主 女主尖叫着躲在墙边 采访的视频还在继续 这时暗盒再次打开 左边放在一杯 沙子中插在地上纸牌龙 右边则是一盒火柴 就在女主想要伸手时 变态再次从身后迷入了女主 然后这回女主醒来时 发现被关在了一个玻璃房中 顶上不断倾斜着细杀 正好对应者放在一盘的沙漏 电视正在播放着 女主走秀受访的视频 然后命远一线的女主 已经无暇顾及这些 只能拼命求救 另一间屋子里的胡长狼 只能一边弩骂变态 一边着急 此时的变态 正在惊恐中 看着女主无助的挣扎求救 胡战狼突然看见了 角落的一张纸牌上 拼着他值得吗 被彻底激怒的胡战狼 举着铁棍怒吼 突然头顶的铁窗打开了 胡战狼拿着铁棍 毫不愈的爬了进去 女主即将被细杀掩埋时 胡战狼砸开了玻璃房顶 将女主给救了出来 两人顺着夹城 爬进了一间屋子 才打开凳 一具躺在预杆内的尸体 吓得女主惊声尖叫 胡战狼赶忙组织 因为变态已经追了过来 两人找到了上锁的铁盲 用铁棍砸开了锁头 才刚打开铁盲 变态就提着枪出现了 两人立刻反扣铁盲 逃进了车库 可车库的大门紧锁 女主坐到了车上 发现汽车居然能发动 胡战狼接好电瓶 立刻上车 两人开车 撞开了大门 却被从天而降的白布遮挡了视线 更糟糕的是 胡战狼居然运了过去 与此同时 车子居然自动上锁了 紧接着迷烟涌进了车内 等女主醒来时 发现自己的右手 居然被固定在长枪的扳机上 枪口直指现在的小狗 而自己的脑袋 却被另外一把枪对走 眼前摆着一个蛮连血腥的娃娃 只见她一手握着 30秒倒计时的秒表 另外一边写着30秒内 选择狗狗还是你 崩溃的女主眼看着 倒计时叫结束 只能在最后一秒杀死了狗狗 回到房间里的女主 失声痛哭 突然她在镜子中看见了狗狗 女主立刻穿了过来 想要砸开玻璃救出狗狗 可现在秒狗狗的影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嘲笑女主的卡片 身心疲憊的女主倘倒在地 可变态还兴致勃勃地 观看女主的采访视频 当女主再次醒来时 身上穿着黑色的夹克 看着墙上亮着的商号柜子 女主猜想 这应该是预示着 自己被抓来的第三天了 灯亮了 女主走进了玻璃 告诉胡战狼 自己已经无力逃跑 突然打开了两扇门 两人一弄 当两人想要起身时 大门却又合上了 两人十分懊悔 暗和再次打开 这回出现的是四号钥匙 女主替话地打开了四号柜子 里面是一套黑色礼服和鞋子 这回女主不仅乖乖地 换上了衣服还化了个妆 玻璃门再次开启 两人不再犹豫地越过大门 抱在一起 突然电视开始播放一段 长冷的视频 胡战狼抱紧女主 让她别看 电源再次被切断 变态举枪来袭 混乱的打斗中 女主隐约看见 胡战狼中枪被拖走 紧接着变态回到房间中 带走了女主 当两人再次醒来时 发现其军之手 被胶部裹在了一起 两人被绑在了台椅上 画面中出现了一个 衣裳不整的女子 抱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 躺在了床上 说出对不起 显然变态的妈妈 猥亵了自己的儿子 突然儿子抱起 干掉了这个母亲 而孩子的嘴角 居然勾起了一抹笑容 视频的画面让胡战狼 出现了不适的表情 紧张的女主拼命求饶 他猜想 这就是变态杀手的童年 可而冷酷的变态 突然举起了老虎签 想拔掉女主的牙齿 胡战狼挣扎 想变态放掉女主 冲自己来 看着胡战狼满嘴嗜血 女主心疼不已 痛哭求饶 两人再次被丢进了房间 而房间里的苦命鸳鸯 终于不顾一切地滚起了床单 连变态进入到房间 都未曾发觉 当胡战狼起身 才发现女主被吓了名要 这时胡战狼居然 自己打开了房门 轻车熟路 解锁上了楼 原来胡战狼 才是那个被母亲 猥吓的小男孩 而黑变态 则是一直站在门口 看着一切的哥哥 两人自导自演相互配合 弟弟欺骗 被囚禁的少女的感情 哥哥则负责 常常杀害 被感情俘虏的少女 只是这一回 弟弟对女主动了真情 他祈求哥哥 不要对女主动手 却被哥哥严厉的训斥 于是乎 发狠的弟弟 趁哥哥不注意 一刀捅进了哥哥的肚子 才将哥哥的尸体 拖进浴室 警察就找上门 原来女主的失踪 警察已经怀疑上了哥哥 弟弟谎称 哥哥不站 两位警员 却直接选择进屋上楼 看球赛等待 却不小心 发现了监控女主的画面 还没来得及防应 就被胡战狼 开枪打倒在地 胡战狼赶忙跑回了房间 告诉女主 自己已经趁机杀掉了 变态两兄弟 并拉着女主 离开了地下室 进入到一楼 当女主看见倒地的警察时 吓得就想报警 胡战狼立刻阻止 并表示 变态拍摄了 两人滚床单的画面 他得先处理掉录像 再找人帮忙 只是没想到 胡战狼一转身 就拔掉了电话线 越想越不对的女主 拿起了电话 却发现没有信号 这时 白兰警察 挣扎的走到了女主的身后 被吓坏的女主 抄起了球罐 将警察给击倒 赶来的胡战狼 轻行女主 并未发现真相 得知女主 一心想要报警 胡战狼只能将她 安置在客厅 自己则回到了地下室 去清理证据 哪知女主 却在客厅的病厨里面 发现了变态哥哥 制作的各种简化 并看见了胡战狼 与受害女孩的各式照片 证据的女主 突然遭到了变态哥哥的洗劲 好在哥哥伸手重伤 女主将刀子 用力插进了哥哥的身体 才得以脱险 赶来的胡战狼 不冷心杀掉女主 于是 他胁迫女主 处理掉警察的尸体 却被女主突然袭击 愤怒的胡战狼 追着女主 回到了封闭的房间中 女主慌乱的捡取长枪 却因为不会上膛 被胡战狼夺走了长枪 可就在这时 女主看准时机 一脚踢弹 并顺利地夺回了长枪 愤怒的女主 对着胡战狼的裤裆 就是一枪 紧接着 两枪结束到了魔鬼的生命 终于走出了 恶魔之家的女主 仿佛获得了重生 相信坚持一意 他不再是那个 只顾美貌的无脑少女 也希望 电影能够让更多的女孩 意识到保护隐私的重要 不要让变态有可乘之机 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